全世界很關心的是俄烏局勢 真的 核戰是打不得的 所以中國大陸外交部也說 真的核戰不能打 但是你一直刺激俄羅斯的話 其實也是要特別小心這個注意的 那普丁總統這次也點出 烏軍進攻俄羅斯本土的目的 他說失敗了 他說其實烏方對庫爾斯克 發起挑釁的行動 為了阻止頓巴斯的俄軍攻勢 但是沒有能成功 意思就是我沒有上你的檔 去增援到了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另外他也提到了 我們很久一段時間 沒有在頓巴斯進行 如此大規模的進攻了 部隊現在已經不是向前進 推進二三百米的事情 而是以平方公里來計算 我們必須對付這些進入俄羅斯領土 企圖破壞邊境地區局勢穩定的 烏克蘭恐怖分子 他是把這一次烏克蘭定位為恐怖分子 意思就是他不會手軟 當然他也提到比較軟性的一部分 說我的家人也都在說中文 我家的小孩說得很流利 好 那再看到下一張 澤倫斯基則是急了 急什麼呢 急著討救兵 他就開始說 發影片呼籲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允許烏克蘭用遠程武器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 不能拖延做決定 我們來聽聽看 澤倫斯基他是怎麼說的 解救兵烏克蘭海洋 好 老師你怎麼看 剛剛好普丁總統已經說 他沒有重計 然後他現在打的是烏東地區 而且說很有成果 相反的是澤倫斯基不斷說 你們給我武器 我要去打俄羅斯 就兩塊 一個是庫斯克 另外一個是紅軍村 或者紅軍城 庫斯克其實 當初我們一直幫澤倫斯基找理由 我們找了三個理由 那普京竟然說他沒有上當 第一個理由 他專注的第一個理由 就是微畏就躁 普京中文還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不會講微畏就躁 他不知道我們的成語 也就是說他以為說 去打了庫斯克烏克蘭軍隊 那俄羅斯就會把烏東的軍隊調 往上 往北調 所以就烏東會暫緩 攻勢暫緩 或者是說烏軍反而可以去 這個有所斬獲 這個完全沒有上當 那第二種理由是什麼呢 叫以帝益帝 以帝換帝 那也就是說我佔了你俄羅斯的領土 那我們來和談的時候呢 跟你交換 你退出烏東 怎麼可能 真的是有一點夢想天開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幫我們的政治上增加這個士氣 那軍事上現在有點深陷泥招 但是政治上增加士氣為什麼 我們也可以去打俄羅斯的領土 那我們現在看到前兩天 北約的秘書長 還沒有下來那位秘書長 他就說烏克蘭軍隊進攻到俄羅斯 這是合法的 對 史托騰伯格 史托騰伯格 那同時他也沒有忘記啊 他說用的的確確都是北約所提供的 比較先進的武器 我幫他找第四個理由現在出現了 也就是說其實 他是想要讓烏軍進入到俄羅斯 內部這個土地裡面去 然後呢 要可以使用西方所提供的遠程武器 因為現在俄羅斯這邊不斷的回擊 就是用飛彈 然後呢打相關的這些能源設施 基礎設施 那所以呢 那他們現在一照F-16 整個烏克蘭空軍 烏克蘭空軍就是六架 F-16嘛 現在毀了一架 所以換了一個總司令 那他就要求說 我們要可以用西方 美國提供的遠程武器 去打俄羅斯的軍機場 跟他的後勤基地 我覺得其實他 其中一個目的其實是為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打庫斯克 因為把戰爭擴大 戰爭擴大之後呢 你讓這個和談比較慢 然後呢 西方就不得不繼續的支援他 可是你看到他剛才 自己做的影片他就說 我們希望在和談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和談 隨著美國大選越來越接近 這兩個候選人 不管是川普特朗普 還是賀錦麗 哈里斯 大概都不希望這個戰爭 繼續打下去 哈里斯稍微可能會慢一點 也就因為他必須要延續 拜登的政策 所以拜登敗歸賀水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第一年一定是 拜登2.0的情況之下 也許這個戰爭還是會有一點拖延 但是給的援助跟軍援一定會減少 那因此呢 俄軍的進攻的力量呢 士氣呢也會大增 對 那我們現在講的第二個 就是這個紅軍村 現在這個紅軍村其實 已經進入到5公里的範圍之內了 對啊 紅軍村各位知道 他在烏克蘭的用語 是另外一個城 所以他不是就是說 那是以前俄羅斯把它叫 這個紅軍村 蘇聯時期把它叫紅軍村 可是呢 現在這個地方是有 6萬人口的一個城市 在那個地方現在6萬人口 並不小欸 對不對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到5公里 我們看到大概這幾個小時 最新的訊息 昨天之前還是說8公里 所以他現在往前推進 意思普京才會說 我們現在不是什麼 幾百公尺往前 我們現在從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的這種方式 往前推進 那我現在是覺得 這個紅軍村可能會 接下來變成一個 又是新的這種 角漏機的這個戰場 裡面大概 居民已經陸陸續續都離開了 都撤了 那烏克蘭軍隊在你 把部分的軍隊調去打 庫斯克的時候 你還有多少力量 可以去守紅軍城 那這變成很大的問題 對 其實為什麼不斷被說 紅軍村很重要呢 我們來看到他的圖 你就可以看到 因為你去打了俄羅斯境內 所以在烏東這個局勢 俄羅斯是打得更加猛烈 是往前不斷推進 這個就是目前推進的地方 然後這個點其實就是紅軍村 剛剛楊老師已經說 已經到你5公里左右 28號的時候其實還有8公里 但是幾天之後 已經推進到5公里 所以紅軍村他即將要失守 即將淪陷 一輪陷的話 其實你這邊會看得更清楚 這個烏東地區 這個後勤補給就會失去 所以烏東會喪失更多的土地 好 很重要就是在 紅軍村這個地方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基輔現在也被說 發生了多次的爆炸聲響 意思就是呢 你打我本土 我也可以去空襲你本土 對 也就是 他現在不只是以牙還牙 然後以眼還眼 然後你佔我的領土 我就攻打你的重要的城市 跟基礎建設 還有能源設施 所以現在很多停電 馬上到了10月 那邊就開始變冷了 天氣 對 那邊很冷 對不對 那事實上剛剛提到紅軍城 已經進入到5公里 那烏軍現在想要 集掉多少人呢 能夠掉多少人 哪有人 你看 最新的訊息 2000人 2000啊 他現在已經到5公里 所以情況是這樣 烏軍現在只能集掉 2000人過來 我們還不知道 這個2000人是怎麼樣的部隊 是精銳部隊 什麼的背景 還是一個去 就是說去拉的這些老弱 妇虜 不是妇虜 老弱的這些 或者很疲憊的 2000名呢 但2000名 能不能擋得住 就是俄軍的攻擊嗎 所以 現在最擔心的 這個地方又變成 一個新的角落機 對 那如果說你就 完全放棄的話呢 你在整個戰場上 戰術上 你就又受到 整個一面倒的影響 那對於後續 整個戰場 會有產生很大的衝擊 那我覺得現在很擔心的 我覺得現在很擔心的 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11月5號距離現在還有66天 如果說現在在烏冬的戰場 出現了一面倒的情勢 拜登 因為這是拜登的戰爭 對不起我真的覺得 是拜登的戰爭 因為拜登可以阻止這個戰爭 而拜登 當這個戰爭發生的時候 拜登不許他去做 停止 在和談 那不斷地在支持 所以這是拜登的戰爭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賀吉利會受到影響 會啊 馬上川普就會變成 就批判說這個東西 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看 美國的大選 我看到整個民調 外交議題幾乎只有 你知道多少人在乎 3% 只有一個議題 就是加薩戰爭 是 但那個比較是跟民主黨的激進派有關 然後又要開學回來 對 美國的大學又要開學回來 所以這個議題會比較熱 它大概會影響到 美國的總統大學 通常過去都是如此 外交議題在美國總統大學期間 大家都會比較安靜 不會去蹦出來變成一個 美國大選的一個重要議題 然後呢 美國人民也不太重視外交的議題 所以他們只重視加薩 那可是呢 如果當在11月5號之前 烏冬 守不住 一面倒的守不住 完全的失守 大幅的領土被占 你媒體一定 這個大幅報道 這個就影響到美國總統大選了 是 其實美國以前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外交其實並不是他們最主要 因為他們比較關心自己國內的議題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這兩場戰爭 也牽動了美國選舉 第一個呢 拜登他希望這個戰爭 烏克蘭這個地方 美國有更大利益 所以要撐住 死撐活撐你都要撐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土耳其議長他也提到 結果本來2022年的3月的時候 的確要和談 幾乎達成協議 但是有一些國家不希望衝突結束 就說對俄羅斯施壓等等 因為他認為對俄羅斯施壓 這個區域動盪符合美國的利益 這是土耳其的議長說的 意思就是拜登政府跟英國 這些不希望這個戰爭停止嗎 好 另外你可以看到 這個俄烏這個局勢 你看沒有招了 烏冬這樣一面倒的狀態之下 然後如果遵的是地面薄河 當天然的屏障 這個烏冬被失去的話 那對於這個澤倫斯基烏克蘭 真的損失太慘重了 那你民主黨又恐怕 很難以面對國際的壓力 所以擔心的是什麼 你真的是用這個武器 去打俄羅斯的境內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你打的話 俄羅斯已經說你在玩火 第三次大戰 而且這個戰爭不只局限在歐洲 你美國有可能嗎 然後澤倫斯基還在那邊說 普丁你很愛熱愛生活 不會給我丟核彈 但是要不要這個武器 打到俄羅斯境內 歐盟外長 歐盟外長伯雷利 他說歐盟其實沒有擴大 原武武器使用範圍達成協議 對 所以我就剛剛講 這個其實也是為什麼 烏克蘭去攻打 庫斯克的一個目標 他希望把戰爭擴大 戰線擴大 然後最後可以使用 遠程武器去攻打 在俄羅斯境內後方的軍機場 然後後勤的基地 這樣子會造成戰爭的擴大 西方就不得不繼續的援助 因為俄羅斯也會加大攻擊 所以會不會擔心說 俄羅斯因此擴大去打北約國家 也許會 也許不會 但是我覺得不會提升到 所謂的核武戰爭 因為那個都還是有限制的 可是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拜登是不允許他 停止 不允許他在用任何的西方 美國所提供的遠程武器 去打俄羅斯境內的任何的標的 那至於說 土耳其的議長所談的東西 就證明拜登其實就是一個 至少在外交層面是個失敗總統 他很自豪自己是外交老手 他是外交老手嗎 我們現在證明他是眼高手低的 你看他上來這四年 全世界到處都是戰爭 沒錯 都是動盪 都是衝突 從他自己搞的阿富汗撤軍 到俄烏戰爭 加薩戰爭 南海議題 不都是拜登一手在做的東西嗎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拜登在這幾個點 都在搞代理戰爭 都在搞代理戰爭 尤其是在俄烏戰爭的這一塊 他當初自己想得太美好 為什麼眼高手低 他以為很簡單 戰爭打起來我們全力支持你 怎麼可能俄羅斯這個弱小的 這個地面部隊贏得了 那同時呢 只要不進行到直接的交戰 我就把他的經濟給斷掉 對 算得太簡單了 要求所有的西方國家 參與的44個國家跟地區 斷掉所有的經濟財政任何的往來 然後呢在當時 連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會都不能去 貓狗都被禁 對不對 那我最近還看到就是終於 日本的NHK交響樂團 在台灣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6號交響曲 大概不知道他在日本敢不敢演 但是呢你就看到就是 這是西方搞的東西 連音樂的東西都要針對俄羅斯做全面的這種 圍堵跟禁決 所以 可是呢到現在變成怎麼樣情況 到現在變成什麼情況 紅軍村都要失去了 烏冬都要失守了 對啊 所以在當初能夠談判的時候 你沒有好好談的話 你現在俄羅斯的籌碼越來越大 烏克蘭你籌碼又是什麼呢 尤其你去打俄羅斯境內 哎呀包括普丁總統 拉夫羅夫都說 我們沒有要跟你談的 不用再談了 所以呢 只要用實力來說話 他就會不斷的攻城掠地 剛剛普丁已經說我們成功 而且這邊烏冬 本來還說我們沒有發動那麼大的攻擊 現在呢 把你認為呢 你打我們是恐怖主義 所以我會打死你之外 還要不斷的往前進 好 另外一個戰爭 大家也揪心的是什麼呢 包括了以色列 以色列現在好多人跳出來 看了這個納坦亞烏 你呢 真的不能夠再打下去了 因為六名人質不幸的罹難了嘛 然後呢 其實哈馬斯資深官員說 如果以色列當時接受美國的停火協議的話 人質就不會死亡 所以因此呢 這六名人質呢 被說也算在了納坦亞烏身上嗎 現在有七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停火啊 我們來看看這個相關的報導 我們來打破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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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在 這個政府 是因為政治的理由 為了內塔尼亞奧 是破壞這些價值 這是我們的國家的存在 所以可以看到 納坦亞胡這個極右翼的政權 現在把持了整個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非常多人是怒火的 希望這個戰爭不要再打了 所以70萬人走上街頭 甚至也有工會要揚言全面罷工 是讓納坦亞胡談成停火的席 但納坦亞胡還是很強硬 但是納坦亞胡現在內外閘擊的 還有包括自己的內閣 比如說防長 防長他看得很清楚 戰爭不能再打了 希望趕快有這個停火協議 但是納坦亞胡看起來還是蠻堅定的 拜登下了最後通牒 說要提出最後的停火協議 如果不接受就徹底放棄談判 先不要理拜登這一塊了 我覺得他從來都是這樣沒有什麼用 怎麼可能最後達成停火協議呢 他也不會在你的任期之內去做到 對納坦亞胡而言 停火 停戰 撤退出加勒地區 就是他的政府瓦解 他就必須要下台 對他個人而言 不就是他政治生命的結束嗎 納坦亞胡幾十年來就是 不斷地在這樣子過程當中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不斷地製造事端 因為他知道 最重要以色列內部的政治 是非常分歧的 有那種極右翼 極端的宗教傾向 都不當兵的也有 也有那種很世俗化 很左派 可是呢各位 這個抗議示威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只有一把持啊 整個以色列的政府 尤其現在在戰爭中 他還是戰爭 戰時內閣 那你就算國防部長 你在抗議怎麼樣 我另外還有兩個人啊 對啊 對不對 其實內閣當時他投票 就是已經通過了 他不要這樣談判的 所以也就是說 他已經都設想好了 不會有人影響到 他要整個把加薩 這個有效完全佔領 不管死多少人 現在已經死了 四萬零五百人 裡面有一半 是兒童跟婦孺 而以色列這一邊呢 當初死了一千兩百五十人 十月七號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兩百五十位 人職當中 現在還剩下 大概一百位人職 那加這個哈馬斯最近 就處決掉了六個人職 我覺得非常不應該 不應該啦 我覺得不應該 不應該做這個事 但他就用這種方式 就是來去讓所有這些 非右翼的以色列人民 大家知道 很多以色列人 很多猶太人在全世界 很多人其實也是反對 這個加薩戰爭 這樣子的屠殺行為 可是我現在不是在幫他們 找理由找借口 因為他真的應該像這些 走上街頭的人 老早就應該跳出來 對你的政府施壓 而且要換掉這個內閣 可是我剛剛講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 也甚至不可能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我們是看到 以色列的這些作為 那哈馬斯用這種 希望是最後的手段 不要這樣子 用這樣子殺害人職的方式 讓這些還有剩下 一百個人職 可能是不是在這些 示威抗議壓力之下 內塔亞胡稍微放鬆 稍微進行短暫的停火 能不能夠有一些釋放 可是我是覺得很難 他們最多就是碰到 有64萬兒童 要打小兒麻痺的疫苗的時候 他們才略為停火 雙邊還略為停火 這個時候 停火其實連哈馬斯 都不願意停火 你知道嗎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 不太對於所謂的 停火協議 我完全不樂觀 所以這場戰爭讓大家看得 非常的難過 而且會覺得很生氣說 明明就不應該這樣打 但是還是這麼大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戰爭 因為美國現在聽以色列 可能也會害自己 在國際聲譽 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我們說現在 華為跟蘋果 又正面對抗了 我覺得應該 蘋果會很生氣 因為他原本就說 9月10號有新品發表會 這個是華為追兵追來 同一天 9月10號新品發布會 跟大家互動一下 你比較期待 華為的新品 還是蘋果的新品 來看到9月10號的時候 華為說 他們兩點半要舉辦 非凡品牌盛典 還有鴻蒙智行的新品發表會 問屆M95座位版 也會同步發表 余承東他公布的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 蘋果9月10號要公布 今年的產品等等 這次跟他正面對抗的 就是華為了 華為的手錶 不是華為的手機 引發討論是什麼呢 是他的這個三摺機 三摺機不得了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 他厚度 展開厚度大概只有5mm 然後摺疊三摺 這樣摺起來只有15mm 非常的薄 1.5公分而已 然後因為鴻蒙晨 都不斷的用這個 三摺手機的螢幕 大家引發討論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樣的三摺機 大家被說 大家搶翻了 可能是被說 電子的這個 可以看到大家搶翻 我看了真的流口水 因為各位要知道 我在用摺疊機 而且很早之前 我就來看這個摺疊機 也就是 其實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在 就是貿易戰之前 那我們在台灣 其實有很多華為的這個店 專店 那個很行啊 沒有被制裁 然後呢 還沒有被制裁 用的其實也都是 我們台灣用的這個系統 結果我準備要買的時候 要買這個很貴啊 我發覺他被制裁了 然後又退出了 沒辦法 我就買了 就是三星 這個打開 變成這樣子 你還影響了亮哥 也用那個 摺疊 他這畫面是不錯啊 還蠻大的 對不對 那 回不去了 一用就回不去 摺疊機 因為基本上其實 在裡面很多的文件 或者是閱讀 對我們來講 真的都很方便 所以這個鄭亮兄 就亮哥呢 他買榮耀 他就到大陸去走的時候呢 在香港就買了一台榮耀 買回來之後跟我一對比 哇 全面被打趴 你說三星 他這個厚度比我薄 他正面又比我寬 打開又比我大 那事實上 我們所要的這個摺疊機呢 他完全都比我好 OK 當然我不知道 也許在照相的方面 三星有他自己的這個顏色風格 我們是習慣的 可是呢 我也不習慣用就是iPhone 我一開始就沒有用過iPhone 因為不希望 因為我的電腦都是Apple 那我不希望被一個品牌所掌控 所以呢 就一直就是用這個Android系統 那可是當我進入到摺疊機的時候 回不去 看到有三折 那我之前去大陸的時候 我一些商務的朋友 大家也都是在用 就是華為跟應該是另外是榮耀的摺疊機 OPPO啊 所以這個三折一出現的話 那還得了啊 對不對 一定會賣得不錯 那還得了 因為打開的時候有10寸 然後價格大概被說 可能是2萬人民幣左右 然後呢 更別說他的厚度 因為大家擔心說三折 折起來會不會真的很厚 但是三折起來只有1.5公分 這個厚度啊 然後呢 所以才被說電子的茅台啊 真的是 跟之前的Mate系列一樣 可能會賣翻喔 所以呢這個華為供貨量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也很想要 那不只是如此啊 Pura70也被說 11月也會出來了 那所以呢 Pura70也是呢 大家也被說遙遙領先 他的很多的技術 包括他的照相功能啊 等等的 那另外呢 其實這一次呢 除了三折機 還有另外一款 叫做Nova13 他呢其實也被說 他價格蠻親民的 大概2000到5000人民幣 那麒麟9100系列的處理器啦 那等等呢 他的Ultra系列的話 還被說直逼了 Pura70系列 所以說CP值蠻高的 那不管怎麽樣呢 手機引發討論 三折機引發討論 連呢這個車子 M9也引發討論 然後華為說我們現在 以系統設計工程建設 來消除晶片的代差 我們不用用到什麽 2奈米啊什麽的啊 我們這些用呢 不用那麽高規 但是呢其實做出來 我們的很多效能也可以彌補 華為2024年上半年 營收業績來到了收入 4175億元人民幣 增加34.3% 所以呢也沒被打倒 發展得很好啊 所以這就是美國 2017年2018年 開始在針對華為的這個制裁 我們看到孟晚舟都被加拿大 軟禁一千多天 他就是針對即將要打敗iPhone 然後呢在全球除了手機之外 更重要是在5G的整個基礎建設 基地台 的基地台跟相關的系統 他覺得不能夠接受一個 由中國的企業 而不是美國的企業 來去作為在今天的科技 商業通訊的主導者 而且是絕對的主導 因為他看到這樣一個發展的趨勢 更不要說配合了中國大陸 自己本身技術發展 還有廣大市場的這個支持 所以呢 他過去可以用美國市場的因素 限制美國市場 來打敗日本的企業 不管是豐田還是Toshiba 但是他現在用美國市場 沒有單純沒有辦法 去打敗一個中國這樣子的企業 所以他就全面的抵制 那用系統的 用這種所謂的 這個技術的方式 再用所謂的這個系統 安卓 不准你用安卓 等等之類 因此你看 真的是隔了幾年 鴻蒙系統 才真正的變得比較成熟 對 然後如果沒有這幾年 現在華為在全球已經攻佔 對 沒錯啦 iPhone 我覺得iPhone搞不好會更好 也不一定啊 因為他都沒有競爭折 在這種競爭壓力之下 iPhone到現在沒有折疊機 你有沒有聽說過 對 大概是說好像到2025年 26年 蘋果你也不用想像了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delay 對啊 那麼車子要照半天說放棄 所以我們不知道折疊機 到底要照還是怎麼照 對 所以呢也就是 這個西方因為這些企業 到後來都是看報表 不是真的在看技術突破 對 那如果華為能夠有一個好的競爭 在這邊 雖然他能夠維持他的第一名 但是我覺得美國的企業 日本的企業 也因此更有更好的競爭 不是嗎 消費者才好 自由市場的一個本意嗎 結果美國用這種政治介入的方式 那你政治介入 那華為就加緊力道 握清長膽的 你看日經上次應該是兩個禮拜前 有一篇文章吧 就是華為麒麟的晶片 事實上已經跟台積電只差三年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這個報道 我相信某種程度事實上 還是在刻意在帶風向 那但是呢 已經就證明華為他所說 以系統設計工程的建設 來消除晶片的代差 他是有這樣一個方法 而且他也做到了 對啊 其實中國大陸 你要卡中國大陸脖子 沒有錯 的確會被你卡到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領域 中國大陸彎道超車 或者是轉一個彎 其實也達到目的 比如說呢 你之前打壓中國大陸AI 但是呢 現在AI 這個NVIDIA這些 華為第一個升騰910C 也已經對標你H100或200 我呢 工藝製程跟你差不多 另外他們工程師很厲害 轉個彎呢 其實不用 用到那麼好的晶片 其實呢 可以呢 用他們寫程式的方式 就達到這樣的效能 好所以很多路都可以通的 所以你真的不要欺負中國人 中國人很聰明的 所以你看 華為現在沒有被你打倒 營收也不錯 這個手機還跟你直接對決了 蘋果你到底亮點在哪裡 i16不要又說沒升級感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但是我的保養裡面 determ freshmen 沒錯 那些充信 否判 在 др股老化 如果你找到 情況下 柳